每天被事情追著跑 永遠忙不完嗎? 做了計畫表卻總是無法按表執行 下定決心要準備考試卻不知道怎麼開始 愛拖延的壞毛病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別擔心拖延症不是不自治症 你需要的是時間管理 嗨!我是阿謝學長 今天要教你一生受用的時間管理術 幫你打造高效率人生 我是木人學員的創辦人 也是一位知識型的Instagrammer 作為一個台大的學生 我知道人生勝出的關鍵不在於腦袋 而是在於時間管理 但比起學生時期 成為大學生或上班族之後 常常無法有效運用時間 拖延症、手機成癮症、專注力不足 讓你離理想的人生越來越遠嗎 是時候打破這個魔咒了 在這堂線上課程裡面 我整理了五個主題 幫你找回時間的主控權 第一步是時間管理心法 幫你破解對時間的迷思 學習處理事情的優先順序 時間遠不如我們想的那麼多 提早學會時間管理 對往後人生越好 第二步目標設定法 目標管理走在時間管理之前 教你設定短、中、長期目標 我們都知道 厲害的時間管理高手 也會是目標管理大師 適合給不知道如何設定目標的人 第三步製作時間管理表 教你如何做考試計畫表 以及按表執行的方法 在這個單元 我會提供時間管理表的模板 讓你不論是在考試、工作 都能引在起跑點 最後我會教你自我管理 與快速處理所事的方法 讓你徹底升級人生 擺脫拖延症 這套時間管理方法 讓我能夠在打兩份工作的情況下 還能提早三個月完成碩士論文 跑社團活動等 這是我過去幫助過的同學 改變給我的回饋 各位 我可以做到的 你也一定可以 歡迎你一起加入 升級人生的行列 我是阿學學長 我們線上見 我們線上見